临近武汉的校感跟黄岗都是疫情重灾区 室内疫情相对较轻的大物线 却在2月13号晚上6点发布紧急通告 对城区小区楼洞实施暂时封闭管理 居民禁止出入小区买菜统一配送到小区 14号传出城管打杂卖菜小贩的视频 根据中共官媒报道 作为黄岗市疫情最严重的县 西水县正在紧急征用县妇幼保健院 在建新院区作为应急后备定点收治医院 计划7天内建成投入使用 预计将新增床位200张 西水县村平陈先生表示 他的一位表姐被确诊了 另一位表姐是疑似病例 现在只要发烧咳嗽的疑似病例 就马上被拉走到县里面隔离 于梦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 13号发布实施战事管制的紧急通告中说 严格实施居家隔离 是为了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 遏止疫情扩散蔓延 湖北实验张湾区副局长回应 此时提出暂时管制的目的 同时也是针对现阶段北地居民感染病例急剧上升 占全部病例进八成的现状 希望顶住二代三代传染的压力 有网友认为本地人传人已经大爆发了 新台记者雄斌王一珍采访报道 儿子雄斌王一珍采访报道 太多了 感谢观看